第811章绝不能让他跑了 火稀海外那帮人手上抢了大量领种 干一票能顶过干好几票 坐实了这一票几乎就奠定了第一的基础 巨大的利益摆在面前 太叔山岳捧不住了 更何况还有晋国指定了要干掉的牛友道 哪能错过 率领晋国人马轰轰烈烈赶去 途中很不巧 迎面撞上了赵国人马 庄方齐齐沙婷 大眼邓小眼 走 夹在两伙人中间的黎无花一声招呼 领着十名万动天府弟子迅速改变方向逃离 赵国一伙人也是途中遇见的黎无花等人 万动天府乃赵国叛徒 又见万动天府人少 岂能放过 遂一路追杀至此 谁想正面撞上了晋国 晋国是什么祸色人尽皆知 赵国一伙人心里皆有些发毛 晋国也有些意外 没想到会撞上在天谷就被干掉了主心谷的赵国人马 太叔山岳眼珠滴溜溜转了两圈 闪身上前 大声喝道 是敌是友 好一个是敌是友 此话一出 赵国一伙人有点猛 怎么回答 说是敌人岂不是次找麻烦 走 赵国这边准备非敌非友走人 然而晋国却不肯放过 太叔山岳双手一挥 两旁先冒出几名高手 快速挡了赵国人马的路 不让赵国人马轻易离开 太叔山岳再次喊话 是敌是友 赵国回话 非敌非友 太叔山岳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留下必成后患 而等自行抉择 赵国 是友又如何 太叔山岳 是友自然结盟抗敌 最后的结果是 赵国居然和晋国结成了盟友 变成了一伙 也实在是被逼无奈 人家说了不是朋友就是敌人 根本不给第三个选择 不答应就打 你打还是不打 他们不想和晋国拼命 结盟也是个应付的方式 至于后面会不会翻脸 他们也只能是先拖延着看看 说不定晋国是真心结盟呢 若实在是拖延不过去了 那也只能是拼命了 于是两帮人变成了一伙 一起赶往目的地 是晋国的目的地 赵国没什么话语权 晋国说往哪去就往哪去 两帮人没打起来 居然走到一块去了 躲在远处林中观察的 一名万动天府弟子奇怪一声 迟早的是 赵国没了主事的主心骨 畏惧之下求一时之拳 殊不知是与虎谋皮 同样在观察的 梨无花冷哼一声 回头道 咱们的是完了 走 一群人迅速撤离 赶往牛友道指定的碰面地点 至此 牛友道交代的差事 万动天府算是 全部完成了 监视万动天府在燕国那边的 一干人手全部撤出 动用了起来 之后借着寻找自家掌门的理由 巧遇了诸国的势力 趁机按照牛友道的方式 联系上了在诸国内部 小月阁的人 将牛友道的下一步计划 交代了下去 这才有了韩 宋恰好抓到了燕 为其的知情人 过悉了三国的企图 这才让晋国恰好 也抓到了知情人 洞悉了海外那帮人手 上握有好几家的灵种 一系列的布置中 万动天府的人手 一部分四处巧遇 一部分充当四处的联络员 同时就着赵国叛徒的身份 引诱赵国追杀 巧悦阁布置在诸国当中的 眼线补充执行 牛友道的计划 帮助辅政 不让牛友道的计划偏离 紫金洞的严厉也同样 在配合执行牛友道的计划 同样是帮忙 不让牛友道的计划偏离 牛友道作局布置 几方人手协同 联手推动了天都秘境内的诸国势力 诸国势力皆不约而同的 向同一个方位赶去 预定的碰头地点 黎无花是最后赶到的 其他人都先到了 一碰面 黎无花便问 人都到齐了吗 齐了 有人回了声 黎无花目测轻点了一下人手 一个不少 的确都到齐了 重重松了口气 又问 交代的事情都办妥了吗 不妥了 众人都点头 黎无花当即挥手道 走 一群人再次赶往下一个地点 与司徒要等人会面的地点 海外修士修整了一段时间 也再次出发了 准备按牛友道说的赶往燕国 那边连同里应外合的紫金洞 抢夺燕国的灵种 海外一帮人略显兴奋 若再能把燕国手上的灵种 弄到手的话 拿下第一的几率应该是很大了 途中天黑 不易警戒 再次藏身 天微微亮的时候 万动天府戒备的方向 有人根据路标跑来街头 有消息传递到了司徒要的手上 司徒要立刻找到了牛友道 做到盘西打坐的牛友道身边 逼声道 那边传了消息来 都妥了 牛友道一睁眼 不能让诸国的人 见到万动天府的人在这边 否则会露线 天一亮 我会找借口安排你们先撤 司徒要 你也一起走吧 牛友道 我不能走 这边一直对我抱有戒心 我们都走的话 会引起这边的怀疑 我得留在这边让他们安心 我在他们手上做人质 才能找借口让你们顺利离开 这司有时让人不得不承认挺仗义 司徒要多少有些动容 可你的处境实在是太危险了 一旦被诸国人马给围了 怕是插翅难逃 真要到了那个地步 那群妖魔鬼怪只会顾自己 是不会管你的 牛友道 危险也没办法 我真不能走 我一走 他们一旦发现自己被诸国势力给围了 一定会怀疑我有问题 林种都在他们的手上 我必须取得他们的信任 他们出去后才会把林种交给我 想要得到就要付出 没办法的 唉 司徒要叹了声 知道他还在想尽办法去拿那个第一 为此不惜冒生命危险 牛友道 你们先撤 先去和林无花他们碰头 我这里你放心 我能活到现在不是白给的 还没那么容易被人给弄死 自有办法脱身 见他坚持 司徒要叹道 那好吧 那我们就先不管你了 我们等你来碰头 你自己小心保重 如商定的一般 天亮后 牛友道假意安排 顺利让司徒要等人从这边脱身了 牛友道还在 倒没有引起一群妖魔鬼怪的怀疑 脱身后的司徒要等人紧急赶路 一路远去 数日后成功与林无花等人碰头在了一起 来时五十人 现在还是五十人 好好好 司徒要连连点头 甚感欣慰 大家都平安无事 一群人也很兴奋 掌门 牛友道究竟要干什么 林无花问了声 不要问了 现在还不到说的时候 司徒要回头看向了来的方向 又叹了声 那家伙也不容易 我们走吧 去哪 众人忍不住问了声 去下一个碰头地点 司徒要招呼上众人离去 下一个碰头地点 林无花等人胡疑 他们已经接连变换了好几个碰头地点 下一个碰头地点在哪 这群人当中目前只有司徒要知道 尽管海外修士派了眼线盯着诸国势力 可这些眼线只是盯梢 只是负责留下跟踪记号而已 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海外修士的大部人马在什么方位 因此也不知道自家本部人马正在撞入危机之中 无法及时通风报信 中英国人马去的 结果撞上了燕为其三国联手的人马 海外一群人立刻逃窜 在牛友道引领的方向下 结果又撞上了晋国和赵国联手的人马 这真是干柴遇上了烈火 遇见了就得烧 见了晋国式的赵国人马 见了牛友道 露出了争鸣 两拨人马一路追击 跟在燕为其后面的函 送两国不甘寂寞 也冒了出来 之前还抱着拿第一的憧憬 转眼面对七国一起追杀 美梦破灭 海外修士顿时被撵得如同丧家之犬一般 紫金洞 你不是说紫金洞跟你是一伙的吗 想办法让他们帮忙 逃窜途中 浮花招牛友道嚷嚷 牛友道好了回去 这个情况之下 你觉得紫金洞还会找死吗 你们先走 我来又敌 两堆火 一座大山头烧着了 一座小山头烧着了 何欣如看了眼大山头冒出的烟 两点乘一线 立刻朝小山头方向去了 去的不止他一人 陆续又有人朝那个方向去了 因为小月格安插进来的人 看到了牛友道发出了信号的人 不止他一个 去了一趟的何欣如很快返回 紧急追上魏国那边的人禀报 牛友道往那个方向去了 海外那群人好像是诱饵 好像把灵种都交给了牛友道 好像在帮牛友道脱身 霍西提醒 严厉迅速警告一行 那群妖魔鬼怪有其他势力纠缠 跑不掉 回头还能找上 现在跑去抢夺搞不好是一场混战 先让他们消耗 也让牛友道钻了空子 走 燕 为 其的人马立刻改变方向追去 人手撒开了朝牛友道逃离的方向追去 没多久 果然发现了牛友道 只见牛友道背了各众多小包捆绑的桌面大小的大包裹 在山间拼了命的逃窜 三国联手 她是最不希望牛友道跑掉的 三国人手迅速集结配合 一路紧急赶往河流的前面拦截 两路沿两岸包抄不空 一路在水面奔波搜查 一路顿入水下搜寻 后面有人断后 简直是布下了天罗地网琴拿 提了靶剑的萧如因水面踏波而行 她追杀得很是积极 被牛友道拒绝之事一直令她引以为恨 她自我感觉自己成了别人眼中天大的笑话 成了白送都没人要的 她自我感觉遭受了天大的羞辱 恨不得亲手将牛友道给碎尸万段 跳入激流中的牛友道根本来不及逃窜 她也知道逃不了 继续这样逃下去是死路一条 第一时间在水下施法将背负的大包裹 给震碎成了粉尘 大包裹离哪来的什么灵种 这种情况下 海外那群修士也不可能把所有灵种都给她 不可能让她把东西单独带走 不过外人搞不清她和海外修士的关系 陆水一毁灭证据 她立刻又在拐弯处盾水上了岸 施法护体 滴水不沾身的网密林深处的鸡脚嘎拉里一藏 躲 手中剑顺手插力在了地上 紧接着手速飞快 迫不及败 十万火急一斑 身手袖子里掏出了一只软卷成团的东西摊开 正是一张伪装面具 双手捧着抬起 合在了脸上 装手在脸上迅速摸索 假面贴合完整了 放手抓住腰带一扯 衣袍敞开了 衣服一扯抖落 内里一件顺手挂在了立在地上的剑上 外套重新穿回身上 之后又迅速扯了剑上挂的另一件外套 将原本穿在里面的穿在外面 内外火速调换了一下 转眼 整个人已换装 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 身上的黑衣以及黑衣上的纹饰代表了这件衣服的背景来历 飘渺阁 没错 古老森林出口处的飘渺阁守卫当中一人丢失的衣服 就是被他给盗走了 从被杀如来逼上死路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一直在寻找一切自保的可能性 一进天都密尽 他就盯上了飘渺阁的人 如果左右都是死路一条的话 还有什么是他不敢做的 就算没有被杀如来逼上死路 有这机会 他也照样会下手 处境危险 他必须争取到足够多的生存机会 发现了如此关键的东西 他岂能轻易放弃 赶去大雪山道取吃羊猪果的人 还会怕到建衣服 与飘渺阁人员的一番交谈 他掌握了一定的线索 知道了那条溪流是入口守卫的用水之地 之后稳住楚风平为自己争取到了时间 然后悄然离去 前回了那条溪流旁 他就潜藏在了那条溪流边等着 足足等了两三天的时间 才终于被他钻到了下手的空子 最终被他得逞 此时 动作快到让人眼花缭乱的换装完毕后 不敢在此逗留太久 迅速窜出 边逃边整理身上 在树林中一阵绕 发现情况不对 又窜上了树棺顶上 覆手而立静后 很快 两边迂回包抄的人压了过来 发现飘渺阁的人在默然关注着一切 见到的人皆已愣后小心翼翼 飘渺阁的人似乎无心插手什么 无视了他们 转身飞掠而去 搜寻地人也无暇管他 现在抓捕牛友到要紧 继续忙自己的 接到后面赶来的自己人的通风报信 喊 送两国的人立刻调转方向 折返追去了燕 为 其的搜查方向 那两伙人怎么不追了 领着近 照两国人手 连在海外一帮人后面追击的 太书山岳注意到 旧盛者边在继续火急火燎的追赶后 顿时觉得有些不正常 长老 太书长老 等等 有紧急情况 近 赵两国的追击人员 胸围有高有底 自然有跑得快的 也有跑得慢的 后方人员接地传话呐喊 文厅有紧急情况 太书山岳停下了 挥手是以其他人继续追赶 什么情况 太书山岳等到后面人来问了声 来人摇头道 不知道 往后指了指 表示是帮后面传声地话 稍等 小月隔安插在禁国这边的际遇得赶到了 紧急禀报 长老 我们可能上当了 海外一帮人应该是牛友道的诱饵 海外那群人应该把林种都交给了牛友道 我亲眼见到牛友道被了各大包独自溜了 燕卫琪的人应该是也发现了 已经追去了 来的路上一直没见燕卫琪的人返回 燕卫琪应该是已经确认了东西在牛友道那边 我赶来的途中 剑寒送的人也掉头去了 似乎也发现了什么 我说那两伙人怎么不追了 怎么会让我们一家减便宜 太书山岳神情抽搐了一下 猛回头喊道 停下 别追了 还追个屁 追上去和海外那帮妖魔鬼怪打个你死我活的什么都得不到 死伤下来还得便宜其他势力 有那个必要吗 蒋灵种是首要的 那群妖魔鬼怪都是其次的 他一发出号令 前后追赶的人立刻层层向前呐喊地话 空 被追上的三名妖修联手之下 一名弃云宗弟子被打飞了出去 然而打飞的那名弃云宗弟子落地后又扑了过来 明明挨了足以致命的重击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这正是弃云宗的独门秘法 名为烈焰金身诀 是一门极为高明的内外兼修的奇功 据说修炼到一定境界后便是钢筋铁骨刀枪补入 这也是弃云宗弟子之所以彪悍的原因 修为差别不大的情况下 不彻底将其斩杀的话 就像打不死似的 很是抗揍 人家肉身为你那么多的弱点 不容易受伤 但不要命时的跟你死拼到底 紧接着扑来了一群弃云宗弟子 联手之下 终于将那三名被碾上的腰修给斩杀 后面的传话到了 联手的弃云宗弟子没有再继续追下去 迅速折返 怎么没人追了 紧急逃窜中的红代天回头看了眼后 诧异了一声 不时回头的浪金空沈声道 难道真是牛友道的诱敌之法奏效了 他真若把人给吸引过去了 怕是凶多吉少啊 红代天今一不定道 浮花力声道 他去诱敌至少还有一线生机 若是我们手上的灵种被抢了 他根本过不了飘渺阁那一关 不管是不是牛友道又敌奏效了 这边都不敢停留 继续狂奔逃命 面对七国一起动手 他们也实在不是对手 只能是逃命 眼里有些心惊肉跳 他也亲眼看到了 亲眼确定了 之前远远看到的人的确是牛友道没错 面对这么多人都住了搜寻 怎么可能跑得掉 他不知道牛友道究竟想干什么 按照牛友道的计划来了 他没想到牛友道居然是亲自以身犯险 他知道吸引诸国势力围剿是牛友道一手策划的 却没想到牛友道是要把自己给逼上死路 用得着这样玩命吗 不过担心似乎有些多余 找来找去都没找到牛友道的人影 不可能 背着那么大一堆东西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 他还能破碎虚空不成 在入睡 把水底下的每一寸地方都给我在摸一边 任何一处击脚嘎啦 任何一处水底洞穴都不许错过 为找到牛友道人 站在峡谷岸上的楚风屏怒了 怒声吏驰着指挥 很快 韩颂的人到了 见状也加入了搜索之中 最后 晋国和赵国的人也到了 也加入了搜索之中 峡谷激流两岸 以及峡谷内的水流中 前后拦截 左右包抄 再加上这么多人的大范围搜寻 结果就是找不到牛友道的人影 严厉找了个机会 把三国的主师长老都召集到了一起 提醒几人道 看来被他给跑了 楚风屏 这水底下一定有问题 严厉 别再什么问题不问题了 大问题马上要落我们身上了 几人看向他 很势不解 天火叫长老前赋成皱眉道 我们 什么问题 严厉提醒道 气氛已经不对了 你们没发现其他势力的人 不时会盯着我们吗 一旦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你觉得我们一具水底下有问题能交代的过去吗 他们会怀疑是我们在装模作样 会以为我们已经得手了 会有什么后果不需要我提醒吧 此话一出 几人皆暗暗心惊 惊这么一提醒 几人观察之下 发现个方势力似乎真的都在不时留心他们这边 最终 找着找着 愿 喂 其的人突然一声不坑地悄然撤离了 不悄悄撤离不行 怕惊动了其他人会有危险 而这正是牛有道花了这么多心思不菊 希望严厉促成的结果 他要彻底破坏 终止七国继续搜寻灵种 要保持自己手上灵种的数量优势 加之有人适当地提醒 燕 喂 其的诡异行为果然惊醒了梦中人 古往今来的例子 再怎么辛苦努力 也经不住内奸的破坏 妈的 被那帮狡猾的狗东西给耍了 给我找 反应过来的太叔山岳站在峡谷上破口大骂 他想不及都不行 再怎么去搜寻灵种 应该也不可能有那跑掉的三家手上多了 他弃云宗再厉害 也不可能把其他几家都给干掉 人家又不是你捏的 实力损失太大的话 出口那一关弃云宗过不去 第813章再聚首 总之别人已经开始抢夺了 而且收获巨大 谁若还想靠搜寻灵种的奔办法去争 排名就显得有些白痴了 奖征第一 除了抢夺 已经没了别的办法 谁最想的第一 谁就最危险 为了安全起见 韩宋趁着几方已经碰头的机会 勾搭上了赵国 被靖国裹挟的赵国也害怕 虽没有主事长老 态度却出奇的一致 与韩宋一拍即合 趁着有韩宋在跟前撑腰 果断甩了靖国与韩宋结盟了 太叔山岳气得哇哇叫 然面对三家联手对抗 一时间也不敢轻举妄动 后悔之前没趁机把赵国手上的灵种给抢了 至此 七国当中 燕为其结盟联手 韩宋赵结盟联手 靖国师道折寡柱 变成了孤家寡人 局势的变化并未按照牛有道预想的去走 一片阴望无际的湖泊中 海外一群修饰陆续从水中冒出 窜上了岸 一群人站在岸边眺望波光灵灵的湖面 不再跑了 断无常道 应该甩脱了 之前尽管逃了好久 尽管许久都没有再看到追兵 可一群人还是不放心 直到经由这片水域前渡之后 水域面积很大 追兵应该不太可能再摸清他们的逃逸方向 这时才算是真正放下了心来 人数清点只剩下了七百多人 七国追杀之下 这边有跑得快的 也有跑得慢的 落伍的 怕是回不来了 红代天叹了声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 当时的情况 面对那么多人追杀 顾不上那些跑得慢的 也没办法跑回去救援 否则大家谁都跑不掉 七国一路追杀之下 陆陆续续折损了三百多人 追杀的情况下 前方有追赶的目标 被追上的应该不会再有活口 能顺利脱身 应该是牛友道又敌成功了 也不知那家伙现在怎么样了 朗金空也叹了声 浮花也沉默了 说实话 他们一开始不相信牛友道能牺牲自己为他们又敌 他们认为情况相反 牛友道很有可能是让他们吸引追兵掩护自己脱身 然而当时没得选择 扣着牛友道不走 大家一样完蛋 纯粹是死马当作活马一 左右难逃 只能是试试看 没想到牛友道真的说到做到 真的能不顾个人生死帮他们引走了追兵 让他们逃过了一劫 尽管还是死了三百多人 可总比全军覆没得好 何况这也怪不得牛友道 能做到这一步 人家牛友道真的是尽力了 谁都指责不了牛友道什么 反倒都有些动容 红盖天西虚道 不管他是为了保住这些灵种好拿第一还是怎样 至少证明了一点 他没有耍什么花招 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是我们误会了他 他的确有合作的诚意 朗金空和段无常皆默默汗手 浮花输出一口气来 此地不宜久留 走吧 去约好的地方碰头 看他还能不能活着回来 再去又敌抢夺什么的 他们已经不做指望了 已经玩脱了 一群人浪迹向远方天地间 牛友道也在流浪 一个人独自在这荒谷之地流浪 观日出日落星辰坐标 辨别东南西北方向 寻找自己见过的特殊地貌 以便明该去哪 大晚时分 躲在山间 手中剑插在了地上 脱下了两层外套 里面的玻璃搭在了插地的剑柄上 外面的黑色外套穿上 又拿了剑柄上的外套服穿在了外面 穿好衣服 双手五面 揭下了脸上的假面 卷好塞进了袖子里 整个人恢复了原来的装扮 也突出了一口气 以缥缈阁的身份逃了这么久 应该不会被人跟踪 应该是安全了 转身蹲在溪流边居水铺了铺面 绿座清洗后 喝了点水 站起时 莫名回头看向了两山夹缝间的落日余晖 渐渐转身面对 姑慢慢张开了双臂 闭目拥抱状 拥抱那一道光明 余晖一照看着她 将她孤独身影拉出一道长长的血影 意令她脸上的水珠意义生辉 姑又睁开了双眼 不再留恋那道光明 毅然提了剑在手 飞跃向了山顶 落在了一棵大树上 观察了一下四周 将树棺上的树枝掠作编排 编织得如同一张网床 枕逼躺在了上面 感受着天地间的光亮一点点消失 看着黑暗一点点占领时间 持有风来 树棺摇摆 躺在树上的她也在随风摇摆 夜幕下淌望星空 感受风动 听那崇明 远处偶尔有猛兽笑声传来 她自己却孤静静的 内心却无法安静 一直在思索着 天一亮 变明方向后 她又再次出发了 一个人苍山野岭荒原 风风雨雨中前行了十几天后 在约好碰头的地点 见到了一伙人 万动天府的一群人 见到她来了 万动天府一群人也很兴奋 连有具体时间 只让在这等着 不知要等多久的滋味不好受 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牛友道也没办法 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她也无法给出具体的碰面时间 如今终于见到人了 万动天府诸人总算是心里有底了 你没事吧 伺徒要见面便问 牛友道摇了摇头 目测了一下人数 笑了 看来你们也还好 伺徒要 我们这里没事 就是等人的滋味不好受 牛友道对林无花汉手笑了笑 没多话走吧 去哪 伺徒要问 去和四海的人碰头 牛友道指了个方向 一直朝那边走 三天之内应该就能碰面了 伺徒要奇怪 你们怎么分开了 一言难尽 人多嘴杂 牛友道不想多说什么 一句话带了过去 不到三天 两天后一座云雾缭绕的山脉出现了 万动天府诸人不知这是哪 牛友道却是第二次来 此地正是四海修士进入天都秘境之后碰头的地方 也是牛友道与海外众人分别时约定再见的地方 进入山中 找到了那座来过的洞府 却不见一个人影 牛友道顿时心情沉重了 难道海外那群人未能及时脱身 又不对 他当时躲在远处观察过 发现七国势力都折返到了他逃离的地方搜查 难道是后来又出事了 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 没多久 洪盖天的手下苏公也出现了 请了牛友道等人跟他走 一行绕到山脉深处的另一地才见到了四海一群人 再见面 洪盖天分外热情 连连叫好 走来就在牛友道胸口捶了一拳 接着又是一个熊豹 老弟 好样的 综开后 牛友道问了声 怎么躲这来了 浮花笑道 被七国追杀时 落下了一些弟兄 他们知道地方 怕他们落在七国手中后管不住嘴 因此转移了地方 这是托辞 一路追杀的情况下 他们才是目标 紧追不放才是正事 没人有心撕抓那些没用的俘虏 落后的被追上就是一个死 其实防备的还是牛友道 怕牛友道落入了七国的手中嘴不牢 不敢留在原地等 见到牛友道等人来了 确认了后面没有异常 才让人露面把人带过来的 牛友道稍一琢磨也明白了 不过没有捅破 捅破了证明自己聪明也没任何意义 反而有可能会闹得不愉快 碎笑着点了点头 见牛友道不但安然回来了 还把万动天府一群人给带来了 浮花实在是压抑 问 老弟 七国那么多人追拿你 你是怎么脱身的 牛友道 我也是被追得狗急跳墙了 跳入了一条河中 水底下的情况复杂 让我侥幸躲过了一劫 你们是没看到 当时的情况实在是惊险 只能说是天不亡我 刺海一群人唏嘘 想也能想到 那么多人为追赌劫 怎么可能不惊险 红盖天拍了拍牛友道肩膀 算是安慰 也算是帮他押金 段无常面对众人贪手道 现在咱们已经碰头了 接下来该怎么办 牛友道接话道 之前的那一劫虽然惊险 却也不是什么坏事 七国的人因为我们聚在了一起 一群人各怀鬼胎 敬国穷横渴求第一 不可能与其他人和平相处 想不出事都难 闹起来了谁都没心思 再把力量分散了去搜寻灵种 咱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不让他们找到我们 让他们自相残杀去 咱们安心在这里等着便可 等到秘境出口开启前赶回去便可 司徒要闻言 目中闪过古怪神色 默默打亮一群妖魔鬼怪 认真私损的模样 浮花成瘾道 抢夺到最后 灵种向部分人集中后 咱们手上的只怕未必还能拿到第一 牛友道 只要总数不再增长 起起落落的差距只要不是太大 我们就占了优势 到时候再看情况做应对 殿国那边还有我们的内应 我们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愤怒中的太书山岳 咬上了韩 宋 赵不放 像头饿狼一样 死跟着不放 冷静下来后 太书山岳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烟尾棋结盟了 韩宋赵也结盟了 他一家去干哪一帮都吃亏 就算能赢也必然是损失惨重 只会让另一伙人减便宜 面对如此形势 他想出了折中的办法 暗中联系上了韩国和宋国 却两家共夺一而三名 三家联手包揽一而三名的奖金后 总数在评分 第814章灭照 历劫天都秘境之会 自从契云宗崛起参加后 第一名按比例来说 十有七八都是被契云宗给拿了 不能带回第一对他来说有点难堪 可行是比人强 已经弄成了这个样子 总比排名靠后什么都没有的强霸 而这个办法也的确是打动了韩国和宋国 两国虽想夺第一 但对夺取第一并未抱太大指望 更多的想法是尽力而为 顺其自然 按照往常的惯例 飘渺阁对前三名的奖励分别是 三亿金币 一亿金币 五千万金币 前三家在一起是四亿五千万 三家评分的话 每家可得一亿五千万 如此一来 虽然没有第一的三亿多 却都比第二的一亿更多 奖励不如第一却好过第二 对韩国和宋国来说 拿到这个奖励已经是好于预期 回去也足以交差 对太书山岳来说 这样回去虽然没拿到第一 但也比拿第二强 也是为了回去好交差 别人不知道 他确实知道的 靳国穷 又在暗中做开战的准备 靳国需要继续财力 已经减少了对契云宗的财力供给 目前契云宗是真的需要这笔钱 全派上下都指望着他带回好消息呢 否则契云宗弟子也不用跑到天都秘境 蛮横拼命 他也想像万寿门 天行宗和林宗那样走过场 可契云宗没那条件 那三派是真有钱 不用拿弟子的性命去赚取这个钱 他若是不能带回相当分量的奖金回去 真的难以面对全派上下 三家就这样谈妥了 联手抢一而三名 加一起的奖金评分 至于赵国 三家密谋后的结果是将其排斥在外了 已经做了联手干掉赵国的准备 不过暂时并未动赵国 还要利用赵国的人手一起对付燕 为其表面是上四家结盟联手 实际上是三家一起糊弄赵国 理由是三对三没胜算 四对三大有可为 三家一起做了决定 赵国没有拒绝的余地 也不敢拒绝 只能适从了 之后 四家全面联手搜寻宴 为其的下落 可搜寻地 结果却对不住自己的辛苦 当时就不该逃 一逃 倒显得咱们坐在心虚了 茫茫山林深处 玄冰宗长老刘信高须长探短 盘腿坐在树下的紫金洞长老严厉冷哼 当时的情况 我们解释有用吗 不让他们搜身的话 他们会信吗 是我能放下那面子给人搜身 还是你能放下那面子让人搜 哪个门派丢得起这个脸 若不及时脱离的话 他们四家肯定要联手干我们 及时脱身了 你应该感到庆幸才对 最近 燕 为其三家一直在戒怀之前那事 就因那事 三家现在彻底龟缩了起来 生怕被遇见 林总也不敢撒出人手去找了 一直藏在这里不敢乱跑 我就奇了怪了 当时那地方已经被我们给围了 水上水下查了个底朝天 人怎么就会消失了 楚风平费姐摇头 别说她 这事连严厉也感到奇怪 牛有道究竟是怎么脱身的 想想都觉得匪夷所思 同样想不通的逍遥宫长老山海轰冒出一句 据下面讲当时见到一个飘渺阁的人离去 牛有道不会是假冒了飘渺阁的人脱身吧 此话一出 几人齐刷刷回头看向他 这倒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路 然而谁也不敢确定 毕竟飘渺阁派出人查探天都秘境内的情况也正常 有人偶尔也见到过 守正阁长老迟疑道 假冒飘渺阁的人可是找死 牛有道能有这么大的胆子 这一转身的功夫 就换装成了飘渺阁的人 有那个可能吗 鸡人沉默着 谁也没把握 严厉被他们这个说法给说得心惊肉跳 单可一声道 不可能 主风平回头看来 我看很有可能 你凭什么说不可能 你呀 被怨恨迷了心窍 严厉指了指他 又指了指自己脑袋 你自己好好想一下 咱们每个人进入天都秘境之前 在进入天谷时 飘渺阁就要逐一进行检查 并核实身份 不仅仅是牛有道 没人有办法带入假冒的东西 而且牛有道和我们不一样 他在天谷惹出了事 又被飘渺阁带去审查了一遍 他根本不可能带入假冒的东西 话是他自己说的 虽说是帮牛有道说话 可这理由说出来后 自己都觉得的确是这个理 不由松了口气 心惊肉跳的心绪缓了下来 众人文言基本都微微点头 觉得言之有理 主风平迟一道 外面没机会 会不会是进了天都秘境内弄的 严厉 你是不是疯了 飘渺阁的衣服都是特制的 一眼便能看出真假 牛有道到哪弄去 你不会认为牛有道 能从飘渺阁的人身上 硬巴强强吧 真要出了这种事的话 飘渺阁早就心事动众言查了 就算秘境内不方便查 大家伙一出秘境 立马就能发现 飘渺阁的异常动作 事情不查清楚 谁都别想轻易离开天都风 主风平慢慢点头 你说的倒也对 出去看动静便知 飘渺阁那边若真有什么问题的话 十有八九和纳斯托不了干系 严厉不想这边多事 苦口婆心道 就下面几个弟子看到了 其他人谁都没看到 我没看到 你们也没看到 你我大家的心里都没底 这种事 没证据还是别乱来的好 一旦惹得飘渺阁叫真了 牛友道又倒打一耙的话 说你因为寺院 想借飘渺阁的手除掉他 飘渺阁叫真查起来 牛友道又把脱身的办法 给证明清楚了的话 那你可就是自找麻烦了 你非要跟牛友道过不去的事 可是一大堆人亲眼目睹了 总之 我的态度是 没证据不乱说 楚兄若非要扯出 飘渺阁把事情给搞大 那是楚兄的事 我是先声明 我什么都不知道 有什么是楚兄自己跟飘渺阁扯去 不要扯上我 我什么都没听到 也不知道 其他人相识一眼 什么态度不知 不说话也是一种态度 楚风平沉默了 日月如梭 逆境四个来月 等于外界九个月的时间 说过去就过去了 近来的人手实在是有限 天大地大 一群人真要躲起来的话 没任何线索的情况下 想找到无异于大海劳针 找不到 也不知燕 为其的人手躲哪去了 令四国人手决定返回 决定恶手秘境出口 等着人来自投螺网 那几家的人总不可能一直躲在秘境不回去 决定返回后 赵国立马倒霉了 禁 韩 宋果断对赵国突袭动手了 这么久以来都好好的 谁知毒手突然降临 赵国上下修士被杀了个措手不及 面对三家联手袭击 毫无准备的赵国修士 甚至都没有组织其有效的反击 近乎覆灭 侥幸逃脱者寥寥无几 逃者不知该逃往何方 悲怆而逃 脚越格安插在赵国这边的人手 无一幸存 全部被杀 赵国辛辛苦苦收集的林总 落入了他人之手 被禁韩送给瓜分了 三家得手后立刻返回 也必须提前返回 跑了好远 途中返回也得花不少时间 抵达拱老森林后 三家立刻联手守住了出口一袋 守株待兔 不过在他们抵达之前 已经先有人到了 万寿门 林宗 天行宗的人都到了 只等着出口开启便出去 这三家也没打算靠这个赚钱 不想因此得罪人 本来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走过场的 也已经联手了 也是三家一贯的行径 三家人都不多 每家进来时只有百人 做一期也就三百人 每届返回时都会联手以应对补测 人虽然不多 可三家的财力雄厚 手上的福赚很多 他们人员分散时 万人可以偷袭着捞点便宜玩玩 等到这三家联合在一起了 谁都不敢对他们轻举妄动 否则必然会损失惨重 靖 韩 宋也没打算招惹他们 也不敢明着招惹 那三家在外面虽然没有经营出什么庞大的势力 但各自的实力都足以影响各国战事 还是让他们保持中立的好 单榜上 排名靠前 进了天都秘境的 基本上也提前回来了 基本也都投靠到了三个联手的中立门派这边 借个光好一起安全离去 三个中立门派也接受了他们 短期内暂时的合作 有些高手做帮衬也能多一分降低风险的可能性 互惠互利的事情 清门晴空也回来了 情绪低落的未多跟在他身边 严宝如也回来了 只是举手投足 坚似乎失去了往日的挥洒自如 整个人显得异常沉默 他实际上是最早回来的 他回来时 这里还没有其他返回的人 若是严厉见到他在这里必然会很奇怪 因为牛友到向严厉那边地的话 一旦见到严宝如回燕国那边 杀无赦 总之不能给严宝如开口的机会 务必要把严宝如给吓跑 逼严宝如提前回到这里 这只是牛友到一个以防万一的准备 正常情况下 估摸着这女人和燕国那边的人分开太久后 也难有办法再找回去 燕国那边没有为他留下什么寻找的记号 而独自一人没有其他耳目助力的情况下 在这天大地大的地方 也很难找到其他势力 其他势力就算看到他也不会主动暴露踪迹 毕竟他又没什么值得抢的 实力又高 人家也没必要找这麻烦 最重要的是 这女人的格局有限 当时并不知道 她和那群海外修饰混在一起要干什么 因此偷偷跟踪而导致暴露 牛友到的预判 加之给予了一个诱因 估摸着这女人在四望无助 孤零零一人的情况下 也只有返回这里 第815章通风报信 在她的左右下 颜宝如的确回到了这里 等来了万兽门 林宗和天行宗 如今又等到了靖 韩 宋三国的到来 对于万兽门 林宗和天行宗 颜宝如显得深沉 对于靖 韩 宋的到来 他目光闪烁 显得有些蠢蠢欲动 为多对靖 韩 宋人马的到来 也显得有些蠢蠢欲动 却又不敢靠近 因为不熟 不好贸然找过去 清门晴空知道他在想什么 想打探牛友道的情况 之前见到万兽门 这三个中立门派时就打听过 然而三派都没什么 牛友道的消息 在这里等我 清门晴空交代了一声 去了刚来的三国人马那边 那边他多少还是有个把熟人的 询问打听一番后 清门晴空回来了 也带回了牛友道的消息 牛友道和海外那帮修士联手了 死活还不能确定 有可能逃了 也有可能死在了燕 为其的联手围剿之下 把打听来的消息大概说了一下 谢谢 为多喜悠参半地谢过他的帮忙 其的是牛友道居然找到了 大量的帮手 有可能还活着 悠的是就算牛友道还活着 不说别的 眼前这一关 牛友道怕是过不了 他帮不上 只怕就算西门晴空出手 也无法护送牛友道安全出去 他也的确该谢谢西门晴空 搜寻林种不是西门晴空的目的 西门晴空有的是空闲时间 为多跟在西门晴空身边这么久以来 西门晴空下了番功夫 帮他改掉了口吃的毛病 当然 并未彻底 连着说话还是有些生硬 毕竟是多年下的毛病 一时也难以完全彻底 西门晴空不在乎他谢不谢 愿意帮他而已 不愿意的话 为多跪着求他也没用 或犀牛友道在秘境内折腾了这么久 还搞出那么多的事来 西门晴空自己也很意外 发现牛友道的生命力有够顽强的 被案在地上蹭来蹭去 就是赖着不死 近海逆势而为和那群妖魔鬼怪 混在了一起主动抢劫七国的灵种 显然是不甘心辅助 其实有些事情也不用去打听 近 韩 宋和这边的万寿门 林宗和契云宗都有来往 来往交流之际这边的三个门派 自然而然也就封闻了牛友道和海外那帮人鬼混的事 当然 近 韩 宋的人没透露自己联手灭了赵国人马的事 听着身边林宗弟子在那议论牛友道的事 严宝如思绪万千 他早就知道牛友道和海外那帮人勾结到了一块 只是没想到牛友道居然是海外那帮人的诱饵 在幼使七国的人钻入圈套伏击 有些事情不知道还好 知道后 严宝如悔恨得不行 恨自己太笨 当初见到蔡惊奇等人被伏击应该就能想到才对 这么简单的道理 自己居然到现在才明白过来 如果一开始反应过来了 自己就能及时提醒燕国那边 也能及时扼杀牛友道的图谋 便能将牛友道置于死地 自己也就不会因为跟踪而导致受辱 启齿大辱 讲到自己狼狈求饶的情形 真可谓是越想越懊恼 初步之后之后觉知下 纯粹是想多了 许多事情局外人是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的 紧细不对称的情况下 哪怕真相摆在你面前 你也未必能看懂 退一步说 他和牛友道根本不是同一类人 牛友道是那种能不动手解决问题 就尽量不去动手的人 他在没有吃亏之前 能直接靠自己武力解决的问题 就不会跑回去以告状的方式 慢慢等牛友道走上死路 只要有机会照样还是会跟上去司机动手 古老森林 飘渺阁把持着核心的出口位置 至于其他人 先到的先得 先抵达的万寿门 林宗和天行宗则占据着最有力的位置 占据了离出口最近的位置 一旦出口开启 能第一时间脱身 后到的近 韩宋则占据了比较外围的地方 他们人多 也不需要全部挤在出口那一小块地方 也没必要去跟中立的三派抢位置 他们的人手布置在了外围守株带兔 做好了拦截 抢夺 开战的准备 一群人等在这里心怀不轨 飘渺阁的人 冷眼旁观 没有干预 天黑了 出口一带燃起了堆堆供火 游荡中的颜宝如趁人不注意 隐没在了黑暗中 悄悄接近了外围近 韩 送的人员 在黑暗中的鸡脚嘎拉里躲藏了一阵 找到了机会 严宝如屈指弹出一样东西之后 迅速借由来时摸清的地形悄然顿离 快速脱离了此地 谁 一名韩国弟子察觉到动静 法力紧急护体 将射来的东西线停在了虚空中 同时吕声一喝 机智月叠闪出 掠向了东西射来的地方 同时有几名韩国弟子扑了过去 却没发现什么 后面同时有其他人闻听警讯赶了过来戒备 那名法力护体的韩国弟子发现眼前迟滞在空中的是一块布片 身手如摘花一般 将布片摘到了手中 借着月碟的光辉查看 不看则已 一看心惊 布片上有刺激 刺激内容证明有人在暗中向这边通风报信 布片迅速团入手中 那弟子紧急离去 向门中长老报信 靖 韩 宋连和中书 几人围坐在一堆供火旁 靖国的契云宗长老太书山岳 韩国的百川谷长老是如河无上公长老刀无风 宋国的林霄阁长老成满堂和列天公长老扶居焉 几人正在篝火前商量以防万一之色 万一不能包揽一而三明怎么办 商量着是不是要退而居其次 把三方的林种集中给一方去拿下名次 然后三方再评分奖励 意见是宋国这边提出的 韩国不知可否 表示可以考虑 太书山岳则坚决反对 反对的理由是各方势力手中的林种数量 是可以预估的 就算不准确也不会差得太离谱 将中立的三个门派排除在外的话 七国各自分三家 海外那帮人可以算作两家 林种总数等于分成了23份 靖韩宋首上本来有9份 被海外修士抢走了2份 剩7份反过来联手抢了赵国的 又得了3份 这边首上等于掌握了10份 燕魏 其手上本也有9份 也被海外修士抢走了2份剩7份 之后海外修士手上抢夺的4份 很有可能又落在了燕魏 其的手中 对方手中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11份 已经比这边多了1份 若是海外修士手上本有的2份 也在那次一起落入了对方手中的话 对方可能已经拿到了13份 问题的争执点在于 当时的情况 海外修士能把自身的2份 也给牛有刀带走吗 何况也不能确定东西是不是真的落在了燕魏 其的手上 还有 那一伙人未必会联手拿名次 所以这编辑中林总拿第一还是有希望的 不管怎么样 太叔山岳死活不答应 他知道韩 宋的小心思 必要的情况下安全第一 只要他一退让 韩宋就不会再卖力去陪他去抢夺了 这怎么行 靖国拿不下第一 他已经很难堪了 他手上的林总没被海外的人抢走过 比韩 宋都多 按理话说分配奖励要多得一些 却要低下头来与两家评分奖励 已经觉得够委屈了 哪还能再做退让 真要答应了 回去很难交差 让弃云宗上下怎么看自己 再说了 靖国来的人不止弃云宗一家 弃云宗不能吃相太难看 得到了奖励还要分一些给其他人 一退再退的奖励最终到弃云宗手上 还能胜多少 打发要犯的吗 争论来争论去 太叔山岳心里正编火时 韩国的弟子来到了 呈上了那块暗中通风报信的 布片给百川谷长老施如 施如看后脸色略沉 主动把布片给了其他几位查看 自己询问那弟子事发时的情况 其他人看过布片上的内容后 一个个神色个异 通风报信的内容上说 牛有道已经暗中和外兽门 灵宗弃云宗勾结 为了避免带出灵种时受到阻挠 已将抢来的灵种 还有海外修士的灵种 都交给了中立的三派 意图利用三派的便利 将灵种顺利带出秘境 好住牛有道拿下第一保命 不知是什么人暗中通风报信 那弟子也说不清楚 是如挥手让那弟子退下了 回头问诸人 此事诸位怎么看 太叔山岳斗着手中部片 上面说大量的灵种 足以拿下第一的灵种 究竟是多少敢笃定能拿第一 难道牛有道那边的收获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估 列天宫长老傅居焉道 太叔老儿 你不会真信了吧 传递消息的人鬼鬼祟祟不敢露面 这很有可能是挑拨离间 那三派一向中立 怎么可能帮牛有道干这事 太叔山岳抬眼看来 面露一丝争名道 你别忘了 一开始谁能想到海外那群 妖魔鬼怪能帮牛有道 可现实是牛有道的确和那群妖魔鬼怪勾结在了一起 林霄阁长老成满堂道 这只是你想当然而已 这个时候突然冒出这信来 你不觉得蹊跷吗 太叔山岳 是蹊跷 但不是没有可能 你们想过没有 这出口谁都知道是一劫 牛有道就算抢到了大量的灵种也难以顺利带出 归手指向出口方向 让那三派把灵种带出去 那绝对是再稳妥不过的办法 第816章死士 此话一出 几人或相识一言 或沉默不语 不得不承认 有点道理 让那三派把东西带出去的确最稳妥 太叔山岳继续道 海外那帮人难道不知道出口是一节 讲再多的东西也得能带出去才行 他们明知道难带出去还做 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有把握带出去 哪来这么大把握 有比让那三派把东西带出去更稳妥的把握吗 又抖了抖手中不骗 所以海外那帮人很有可能真的与三派暗中勾结了 你们想想看 三派一旦在出口开启后到来 坦路哥彻底 证明自己身上没有灵种 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在那个关头与什么东西都没有的 他们拼个你死我活让别人捡便宜吗 只能是放他们走 再晃了晃手中不骗 面目争鸣 相当完美的计划 如果让海外那帮人听到他这番分析 估计的泪流满面 哪来这么完美的计划 他们一开始纯粹是觉得牛友道的计划可行 觉得能逐步将七国的人又杀 消耗掉了七国的力量后 自然能带着东西杀出去 谁知计划出了漏子 搞砸了 海外那群妖魔鬼怪 如今是上了牛友道的贼船下不来了 也可以说是把事情做绝了骑虎难下 只能是陪着牛友道一条道走到黑不说 领头的几个还成了牛友道的结拜兄弟 还为牛友道舍命引开追兵感动了一把 如今已是下的龟缩者 不敢冒头 哪来的什么完美计划 围着篝火的几人面色凝重 听太叔山岳这么一说 的确像是一场处心积虑的阴谋 吴上公长老道吴风审声道 如此说来 这通风报信的消息有可能是真的 林霄阁长老乘满堂狐一道 照这样说的话 东西在那中立的三派手上 燕为其三国根本就没抢到东西 若没抢到 他们跑什么 躲什么 这很不正常 谁能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 此话一出 是啊 燕为 照三国没抢到东西跑什么 众人面面相去 太叔山岳也无语了 两种情况彻底矛盾了 解释不清了 岂止是解释不清了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感觉这天都秘境内的水被彻底搅浑了 已经让人搞不清了方向 太叔山岳呼呼露胸光 审声道 三派的人就在后面 想知道真假很简单 让他们三派自己证明清白 此话一出 几人或皱眉 或沉阴不语 城满堂问 怎么让他们证明 不管有没有 他们都不会承认 肯定说没有这回事 我们还能逼他们乖乖束手 接受我们的检查不成 他们也不可能乖乖束手 接受检查 真要答应了 三派的连往哪放 我们还能强迫他们 接受检查不成 赴居焉焊手 用墙必然要打起来 那三家的财力 联手在一起 能用钱砸死人 惹他们试次找麻烦 我们就算能赢也是惨胜 回头实力大损 别说什么 抢一而三明 验 为 其见我们好收拾 一准上手把我们给灭了 太书山岳眉头紧皱 大家说的都有理 这的确是个麻烦事 那三家的确不好惹 忍不住叹了声 正是因为知道 其他人不敢轻易动那三家 所以拥有到那帮人才 更有可能借他们的手行事 当无风道 你什么意思 非要给那三派点颜色 看看不成 我先代表无上公表明态度 要找那三派的麻烦 你们去 我不凑这个热闹 偏头看向一旁的百川谷长老 世如 不冷不热地提醒了一句 世如兄 该怎么做 你自己也得好好掂量一下 世如懂他的意思 他们是韩国这边的 外面韩国和宋国的战事进行到了关键时候 胜利在旺 这个时候把那三家给惹火了的话 光万兽门的御寿法门和天行宗的大量福转支持 就能让战事翻盘 到时候他们担不起责任 相对于外面的灭国之战 与这里的利益比起来 他还是希望那三家继续保持中立 同样的 这也是牛有到谁都敢抢就是不敢轻易去抢那三家的原因之一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撕破脸去招惹那三派 太书山岳脸颊狠狠抽搐了一下 心里憋火 问难道就这样不闻不问当作什么也没发生不成 是如指了指太书山岳手中不骗 这密信究竟是谁传来的 若能找到此人 答案自然能解开 我们不妨拿着信过去找三派 试试他们的反应 太书山岳脸色稍缓 嗯了声 言之有理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赞成 说做就做 三家招呼上了相应的人手 连位去找守在出口的万寿门 林宗和天行宗 安静坐在角落里的言宝如不时看看三个中立门派的人 又不时看看外围的黑暗地带 他再等 再等外围三国的人找来 也希望三国的人找来 希望坏了牛友道的事 希望一举将牛友道置于死地 讲到牛友道 想到牛友道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心中就有难以遏制的悲愤 始发时的一幕幕情形 一直清清楚楚的在他脑海中徘徊 那混蛋就像是个恶魔 令他刺骨难忘 他依然记得自己哀求求饶时的情形 自己怎会那样不堪 回过头来回想 他自己都无法原谅自己 自己居然像那么个狗东西屈服了 他依然记得自己答应臣服后 牛友道就那么肆无忌惮地摸着他的脖子 如同把玩属于他的禁卵一般 之后突然捏开了他的嘴 摸出了一粒药丸硬塞进了他的嘴里 扶下后 牛友道告诉他 说他服下的是苦神丹 他打惊 问他 你是小月格的人 牛友道不知可否 没否认 也没承认 他有点怀疑自己服下的是不是真的苦神丹 然而牛友道随后便放了他 此举让他明白了 自己服下的应该就是苦神丹 牛友道若不是信心十足认为能控制他的话 不可能放了他 临别前 牛友道给了他相应时期内的解药 让他服下了 说解药的药量足以坚持到他离开天兜秘境 只要他乖乖听话 出了天兜秘境后会另行给他解药 他问牛友道 你有把握活着离开天兜秘境给我解药 牛友道似乎对苦神丹的威慑力极为自信 吐入了一些秘密 说早就和万寿门 灵宗和天行宗有合谋 这边会收集到足够的灵种让三派帮忙带出去 他拿下第一活着离开不成问题 开始他还不知道牛友道能从哪弄到足够的灵种 直到之前封闻一些消息后 方明白牛友道联合海外那群妖魔鬼怪大肆抢掠了许多灵种 具体抢到了多少灵种他不清楚 不涉及这种事的人也搞不清 不过他终于明白了牛友道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两人分别前 牛友道给了封信给他 让他回古老森林出口 等那三派的人到来 把信交给万寿门的某人 于是他来了这里 等到三派的人后 他找到了那个人 把信交给了对方 信 他偷看过了 是密信 看不懂内容 但是从收信人的言行举止上可以看出 也印证了牛友道的话 牛友道果然和三派案中有勾结 若说之前在牛友道的淫威之下 是被牛友道攻破了意志而屈服 可之后他清醒了过来 只有无尽的懊恼 他的自尊也不允许自己永远匍匐在牛友道的脚下 若真是那样的话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一死了之 将以苦神丹永远控制我 做梦 颜宝如心中怨恨着 想捅破牛友道和三派之间的关系 但是当着三派的面不感 人家和牛友道是一伙的 捅破的话是找死 只好忍着 直到等到静 寒 送的人来了 他果断出手了 想让人截下牛友道的灵种 想坏了牛友道的好事 想置牛友道于死地 那封告密的戏似乎有效果了 颜宝如看到人来了 看到静 寒 宋的人从黑暗中闪来了 他紧张且兴奋 还有报复后的快感 三位 听说你们和海外那帮人的关系不错 听说他们送了一大笔灵种给你们拿第一 两边的人碰头在一起 面对万兽们 灵种和天行宗的主师长老 太叔山岳皮笑若不笑地大声嚷嚷了一句 此话一出 万兽们一群人中的徐火 也就是朝静的大弟子 也是此来和牛友道联系的人 忍不住眼神古怪地贴了眼座在角落里的颜宝如 去火来之前得到了朝静的秘密嘱咐 他不知道师父和牛友道之间到底在搞什么鬼 但师父的话他必须得听 颜宝如带来的信 他看到了 颜宝如看不懂 他能看懂 镜里面 牛友道交代了一些事情让他去办 当然 让他亲自去办事万不得已 他操作起来可能会比较麻烦 最好是让一名死士去办 那样事情简单方便许多 也更有说服力 此事牛友道已经给他送来了 就是送信的人 牛友道说了 他要是不跳出来则罢 他若是非要跳出来找死 那就由他去吧 太叔山岳的话 颜宝如也听到了 明眸目光闪烁连连 知道自己的秘性奏效了 期待着 凭武力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也想凭脑子和手腕来解决掉 以泄心头之恨 第817章冲撞 眼看太叔山岳等人带了群人来 万寿门长老孙长号 林宗长老梅九开 天行宗长老王天帝亦有所戒备 纷纷招呼上了人面对 太叔山岳突然杂出这么一句话来 三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皆有些疑惑 不知太叔山岳这话是什么意思 林宗梅九开出声道 太叔老儿 鸡里呱拉个什么东西 太叔山岳冷哼哼道 装糊涂就没意思了吧 我们也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把事情给弄个清楚 天行宗王天帝 你自己先把话给说清楚 太叔山岳 难道海外那群妖魔鬼怪 不是和你们一伙的吗 万寿门孙长号 你胡说个什么玩意 讲故意找事是不是 一 太叔山岳推长打住 严重了 另一手甩出一块布片 你们自己看去 孙长号抓了布片 抖开了 看后有些无语 又转手给了另两人看 另两位看后接皱眉 梅九开两指挑起布片 问 什么意思 吴上宫长老道 吴峰审声道 这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什么意思 还用问我们吗 梅九开 想找事也犯不着 玩这么低劣的手段 随便拿快 写几个字的破不来 就想心诗问罪不成 百川谷长老是如摆手道 梅兄你误会了 这东西就在刚刚不久前 有人偷偷摸摸从你们这边投递到我们那边去的 这边除了你们的人就是飘渺阁的人 总不可能是飘渺阁干的吧 我们只是希望问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边人投递的 被质问的三人惊疑不定 眼神交会碰撞后 梅九开拎着布片环顾左右 喝到谁干的 自己老老实实站出来 万兽们 林宗 天行宗的弟子们一个个沉默着 没人吭声 也不可能有人站出来承认 连问了几遍 都没人答话 没九开也没有深究 反而对跑来质问的人道 诸位都看到了 此事和我们这边无关 太书山月呵呵一笑 希望这上面说的都不是真的 若是有人非要耍我们玩 那就别怪我把丑话说在前面 我们也要给我们死去的弟子一个交代 谁要是帮我们的仇人 那就是百明了在和我们作对 点到为止 没有多话 转身走了 没办法 不到逼不得已 他也不敢太过招惹这边 否则哪有这么好说话 其他人也陆续转身而去 就这样走了 旁观的眼保如恶然 没看到希望的事情发生 令他大失所望 殊不知 这些帮派势力之间的玩法 和他这个单枪平马的散修玩法不一样 不是他有实力 能做掉对方就能直接动手了事的 背后牵扯的事情和利益纠葛很复杂 不能像他那样快意恩仇 他差点蹦出来指正 然而又不敢 否则也不用偷偷摸摸通风报信 真要直接跳出来的话 那就是公然和万寿门 林宗 天行宗作对 一个单榜排名第二的散修虽然有点分量 但还没资格和三派这样的庞然大物作对 带找事的人走了 孙长浩 美酒开王天帝三人碰头交流了一阵 当着太书山岳等人的面 三人不会太过深究而导致搞乱了自己这边给人可乘之机 人一走却是要弄清楚的 是谁干的最好自己站出来 只要老是承认 我们三个可以保证 只要把原因讲清楚了 我们可以当做什么也没发生过 保证不追究 反之 若是等我们查出来了 再承认可就晚了 美酒开立声警告了一番 然而还是没人站出来承认 话已至此 没有看到希望看到的结果 三派当即展开了审查 查来查去评一块布片很难查出什么来 从头到尾没人承认 也不会有人承认 严宝如也不敢承认是自己在坑他们 那明摆着是找死 事情只能是这样不了了之 当然 三派也怀疑是不是近 寒 送的人想故意找借口找事 不得不让三派弟子暗座防备 人员布置戒备之际 朝近的大弟子徐火从严宝如身边经过时 又点了一把火 轻轻给了一句 是你做的吧 严宝如一惊 不等他辩解 徐火已经与他错身而过 这也是牛有道的意思 对于不受控制的人 就没了再控制的必要 严宝如不跳出来则罢 一旦跳出来了 就得逼他把事做完 魏国皇宫 亭台楼阁拐角处 玄威刚转弯 刚好撞上一个同样刚拐弯的人影 啪踏 拖盘撞翻 杯斩碎了一地 汤水也泼了玄威一身 大胆 尾随的侍卫一身喝 差点直接拔刀 一五妹家人见物状的人是玄威 吓得惊慌失措 慌忙跪在了地上连连赔罪 他身后的两名丫鬟 见状更是吓得脸色惨白 一个个扑通跟着跪下 见到物状者是谁后 随行侍卫欲拔的刀也拔不出来了 是皇帝的女人不是谁都能处置的 权威抖了抖裙子上的汤水 瞅了眼跪在地上的家人 只见云病带眉 肌肤焦难胜血 真正是碧月修花之帽 连女人见了都忍不住会怜惜 皇帝的心宠 常贵妃 权威皱了皱眉 暗叹了声 若是西门晴空在的话 也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 几张外有人靠近 就会引起西门晴空的警觉 哪能让人撞到他 钻了 权威对左右围上来的侍卫摆了下手 皇帝的女人 也是他弟弟的女人 他也不好做得太过 亲自俯身伸手 将惶恐中的常贵人扶了起来 仔细端详了一下对方的容貌 心中乱叹 好一个美貌家人 难怪能让皇帝迷恋 他问 端端送送的事情有下人去办 怎劳常贵妃亲自动手 常贵人貌似战战兢兢道 陛下所用 切身能自己做的尽量自己做 不想假他人之手 权威饿了声 又扯了扯自己弄脏的裙子 没事 说罢便绕开对方走了 走远后 权威招了下手 为国最大的情报组织务府的掌令 将时机快步走进了拱手 那两个贵人深得陛下宠爱 来历真的没什么问题吗 权威边走边问道 下面心寄了两个美色北皇帝 获得了皇帝的欢心 一开始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也自然有人会去查底细 查过说没事 他也就没在意 今天出了这档子事 触及心思 不免再次询问 江时机回到 反复想查过 把他们家祖孙三代都查了个清清楚楚 确实没什么问题 权威 皇帝身边的人 可出不得岔子 江时机到 务府对他们家人也一直保持着关注 不会放过任何异常 胖乎乎的为君弦成天恶呵呵模样 怀里亲自抱了紫紫色的小猫咪 亲临后宫医院 建议屋门紧闭 丫鬟都在门外 不由问道 你们主子呢 丫鬟们见礼 告知在屋里 不知什么原因把他们都赶了出来 爱妃 开门那 正给你带了礼物来 全程天连连敲门没反应 屋厅里面光当一声 愣了一下 察觉到了不对 人在屋内知道自己来了不出来迎接的事 还是头一回 碎肩膀一顶 直接把门给撞开了 进屋一看 吓了他一跳 怀抱的猫咪也被他给扔飞了 乌梁下的白铃上挂着一人 正是他的常贵妃 来人呐 就人呐 全程天发出一声尖叫 立刻有人闪入救人 丫鬟们很快哭哭啼啼成一团 为什么寻短见 缓过近来的常贵妃不肯说 全程天一直陪着他 直到大晚上 坐在全程天怀里的常贵妃才冒出一句来 臣妾害怕 全程天搂着他安抚道 不怕不怕 有阵在 艾妃什么都不用怕 臣妾今天不小心冲撞了天威府的相公 常贵妃音音啜泣了起来 全程天一阵无语 这事阵听说了 就为这事 艾妃 你不会就因为这事而寻短见吧 常贵妃垂泪抬头 陛下 那可是卫国的相公啊 冲撞了相公是天大的事啊 臣妾如何能不害怕 与其受罚 不如 全程天一根手指摁了他的朱唇 你未免也太小心眼了 那是真的黄姐 一场误会有什么好怕的 放心 改天黄姐来了 朕亲自帮你说说 不会有事的 常贵妃顿时慌了神的模样 连忙爬起 跪在她上连连磕头道 陛下 你若告诉相公 还不如直接杀了臣妾 一旦让相公知道我在陛下面前告状 臣妾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 只怕连臣妾的家人 及九族也要全部遭殃 全程天嘴角抽了一下 坐了起来 说什么呢 朕的黄姐有你说的那么可怕吗 常贵妃肋眼婆娑地贵那摇头 为国君政大权揭在相公手上 天下人人皆知 只有陛下一人不知而已 全程天尴尬道 哪能不知 这是朕多少知道一些 只是这国是着实类人 是朕不愿打理 有黄姐代劳 轻松自在 为你说的那么严重 常贵妃哽咽道 我听闻 宫中有妃子曾惹得相公不高兴了 被相公给处置了 臣妾斗胆问陛下一句 可有此事 全程天又刚大了 摸了摸鼻子 有些事不怪黄姐 回头想想 可能是朕做得过于荒唐了 才惹得黄姐不高兴了 常贵妃抬头 臣妾在斗胆问陛下一句 倘若有一天相公要杀臣妾和桑姐姐 陛下能保住臣妾和桑姐姐否 全程天明言无语 第818章有点麻烦 接一下吧 现在 浮花看了看天色 又看了看一旁的牛友道 才半下午的样子 现在就些 海外一行也不可能一直躲着不出 返回的距离很远 路上要花不少时间 还要预防突发状况 必须要提前一些 已经在返回的路上 我总感觉哪里不对 先派人前去查探一下四周吧 牛友道给了个理由 他这样一说 倒是让一伙人警惕了起来 对于一个判断敏锐的人来说 感觉到了不对 肯定有什么诱因 自然是小心一点的好 谨慎点没大错 当即照牛友道说的伴 派出了一批人手四处查探 而牛友道本人 亦去了四周查看 一阵寻找后 牛友道摸索到了一条峡谷边 眼前这条纵容激流奔腾的峡谷 正是他之前摆脱诸国追杀时脱身的地方 观察了一下四周 牛友道又纵身顿入了激流中 在激流中摸索着重心做手脚 没办法 他之前在这里逃脱追杀 换穿飘渺阁的服饰时 有人看到了他这个飘渺阁的人出现 按理说 诸国的人不会盯着飘渺阁的人不放 可他必须得以防万一 真要出了什么问题的话 他自然是打死也不会承认自己假冒了飘渺阁的人 没证据的事情除非硬栽在他头上 否则谁也奈何不了他 可问题的关键是 一旦追查起来 他必须能给出解释 既然没有冒充飘渺阁的人 你又是怎么脱身的 你自己总不会连你自己是怎么脱身的也不知道吧 又使得一行人走这一条路线 就是为了回来做手脚 为自己准备一个以防万一且能解释的过去的原因 这也是他让一行在附近一带停留歇脚的原因 当天四处查探的人并未发现什么异常 但已经折腾到了天黑 只能就地叶速 次日 一行再次出发 长达近两个月的回归路程 终于抵达了离出口古老森林不远的地方 对一般人来说 离出口位置也不算近 足足还有一天的路程 一行躲了太久 为了安全起见和其他各方断了联系 对各方的情况一无所知 也不敢太靠近了 怎么办 离出口开启还有半个月的样子 应该有人已经抵达了古老森林内埋伏 那一带很有可能被人给控制了 人一过去就有可能被发现 不宜再派人过去打探情况 你确认我们真能过这最后一关 站在山顶眺望的浮花有些头疼地摸着脑门 计划不如变化 现在怎么离开成了大问题 可是又能怎么办 事情已经做了 该得罪的都得罪了 想不面对都不行 牛友道 过不去也得过去 不宜派人过去打探情况 那就让那边派人过来报知情况 浮花 什么意思 抓舌头 牛友道直接跟他挑明了 各方势力中都有我的人手 我有约定好的办法联系他们 各方势力中都有你的人手 浮花等人面面相去 牛友道没有多解释 大姐 浪大哥 你们点些人手 跟我一起走一趟吧 到了这个时候 也没什么好讲究的 浮花和浪金空衣了他 各点了几十名好手 牛友道把污罩行三人也带上了 又让司徒要点了些人随行 安全第一 他不喜欢打打杀杀 打打杀杀有风险 身边多带些人 万一遇上打打杀杀的事情 还是让别人去做吧 一行撒出眼线在前面探路 一路小心翼翼推进到了古老森林外围 牛友道找了处山头 让人多准备拆火 一行照做 浪金空还是忍不住问了声 干什么 牛友道 放火烧山 不等对方再发问 指了指天上 我跟我的人约好了 正午十分烟起 他们便会来找我 浪金空等人顿时明白了 古老森林面积太大 他距离远了看不到烟 只能把火给烧大点 而见到烟火 相关方自然会派人来查探动静 到时候 牛友道的人手便可趁着 查探动静的机会过来寻找 几十人大面积同时点火 活想不大都难 估计这一带的山林是保不住了 可对一大帮人的生死来说 谁还会在乎这个 鼓起了 牛友道一招手 一伙人迅速撤离 直奔几里外的一座最高的山头 抵达这座山头时 牛友道留下了让人寻找的记号 继续往远处撤 起火了 古老森林的树冠上 警戒四周的人发现了异常 招呼之下 不少人飞上了树冠眺望 看了看远处生腾起的烟雾 纪玉德抬头看向正当空的烈日 嘴角牵动了一下 去些人看看是怎么回事 小心点 下面有人喝了声 纪玉德立刻闪身而下 主动请阴 加入了前去查探的人手之中 随众一路飞掠出了古老森林 来到了熊熊烈焰燃烧的山火地带 人员四处查看之际 他目光四寻 直接锁定了周围最高的一座山头而去 抵达最高山头 找到了路标 四处看了看 确认没有跟踪后 立刻闪身寻着路标去了 飞身纵落在一处隐蔽山谷 看到了终点标记 却不见人 继续得四处环顾 躲在暗处的牛友道 看向对面的山头 待那边发出无人跟踪 确认安全的信号后 他方闪身而出于机遇 得碰了面 为什么好客气的 牛友道直接问情况 不问不知道 疑问才知晓 事态的发展在他假冒 飘渺阁的人脱身后 就偏离了他的预估方向 几方势力并未追杀燕 为其的人 并未大打出手干起来 也就是说 他想让那些人彼此残杀 消耗的图谋并未达成 如此一来 事情真的是麻烦了 面对大量人手对出口的封锁 这边几乎没有冲破封锁的可能 关键他不是一个人脱身 而是要带大量领种出去 抵达的人不止基遇得一人 之后陆续又来了五个 暗中带领人手戒备四周的浮花 多次打量这边 心里低估 这思在各方势力中 果然安插有人手 各方势力 也不知道自己这边有没有 基遇得等人彼此打量 他们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此时一碰面 大概猜到了 大家估计是一样的身份 不惜让他们彼此暴露 他们也意识到了 事情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牛友道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看着眼前的六人 牛友道心情说不上沉重不沉重 倒是显得有些沉默 他知道 有些人是不在这一边 没看到他发出的信号 有些人则可能是永远都不会再出现了 听大家一说 他方知道赵国被禁 韩送联手给灭了 小月格安插在赵国那边的人手 怕是跟着一起遭了殃 从几人口中或悉有人暗中通风报信 指正他和那中立的三个门派有勾结后 牛友道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甚至是冷哼了一声 我以手下留情 你却要自己找死 那就怨不得我了 他一听便知是谁干的好事 除了严宝如不会有其他人 若是徐火案他布置好的计划干的 事态不是那种发展状况 他没有什么苦神班 连苦神班长什么样的都没见过 只是采取手段唬住了严宝如而已 尽管用了所谓的苦神丹震慑 但他一开始就知道严宝如未必可靠 原因很简单 严宝如并未尝过苦神丹真正的痛苦滋味 那女人有自己的骄傲 一旦从事态中清醒过来后 没被苦神丹折磨过 不真正畏惧苦神丹的话 未必甘心永远屈服于他 但他当时对情况重新判断后 还是抱了一丝希望的 希望传说中的苦神丹能震慑住这女人 如此高手他还是希望能收为己用的 所以他还是给了严宝如一次机会的 只要严宝如乖乖听话 剩下的事情自然有别人去做 严宝如自身不会有什么危险 出去后为了苦神丹的解药 自然会来找他 如今看来 收服这女人的希望破灭了 这女人还是不甘心 还是蹦了出来 几人不知她在说谁 不过几人都懂事 知道规矩 不该问的不会多问 有人提到了正题 目前的状况 那几家联手封锁之下 只怕连宴为其三国的人也难以顺利闯过 你想带着第一的名次过关 希望怕事不大 牛友道不屑道 联手封锁 一群个怀鬼胎的人是挡不住我离开的 你们回去后 立刻采取行动 暗中挑拨离间 我要那三家自相残杀打起来 这几人相视一眼 继郁德审声道 挑拨离间太明显了 我们很容易暴露 牛友道 注意方式 不是让你们直接去挑拨离间 而是要间接的制造气氛 进 韩 宋三方根本不是一条心 那就是堆在一起的干柴 一点火心就能烧起来 制造的气氛要让靖国感觉韩 宋只想自保 根本不想配合他拿什么名次 韩 宋这边则要感觉到 靖国在迟迟没有收获的情况下 想抢他们的 你们几个已经见面了 可以在各方阵营中互相配合一下 让火烧起来 第819章 一心生暗鬼 既人面面相去 不知是不是为难 又不时小心观察四周 牛友道 不用担心 四周有我们的人戒备 有人靠近随时能发现 怕他们不理解 或者说担心操作有误 他又详细提醒了他们回去后该怎么去做 真正弄懂操作方式后 几人暗暗松了口气 这样的话 的确没什么危险 所以纷纷点头阴下了 既宇德 我们还得回去复命 不能离开太久 如果没其他吩咐 我们就先走了 牛友道摆了白手 事意不及 临别前诚恳送上了一番忠告 我不希望看到你们出事 火烧起来后 不要参与那些打打杀杀 你们立刻脱身来我这边 我会安排人接应 接头方式还是老规矩 你们放心 离开天都秘境时 我会安排人带你们一起出去 也不用担心出去 无法面对各方 就借口打打杀杀被追打散了 还有 经过了这一遭 你们都有暴露的风险 没必要再收纳风险 出去后立刻从所在的各自阵营脱身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可以来我南州 一人苦笑道 不脱身还能尽量掩饰 一旦真的脱身了 身份课就真的可能会暴露 至少会引起相关方面的追查 组织的规矩 暴露了 上面还能让我们公开乱跑吗 牛友道 不用担心上面 这是我会为你们出面摆平 这点面子你们上面还是会给我的 小事 不算什么 你们上面 既然相识一眼 似乎都有些讶异 继续得到 你不是组织的人 不是 牛友道直接挑明了 我们出去后 你们组织即将有大便 说明白点 你们组织即将浮出水面 需要我南州势力相助 这也是你们上面让你们不惜代价帮我的原因 只要我开口了 你们组织不敢不答应 若是你们谁身上背负有苦神丹的烦恼 解药的是交给我来处理 至于能不能真正彻底化解 以后我再想办法 总之不会断了你们的解药 当然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 你们怎么决定我不会勉强 越来我南州者 我欢迎 期间若有什么麻烦 只要是决定了来我南州 只要信得过牛某 所有麻烦我来帮你们处理 不用你们操心 总之不管你们怎么决定 事成后立刻从现在所处的各自阵营脱身 否则会有危险 我不想误伤你们 好了 就这些 你们不宜久留 走吧 鸡人沉默着消化着他的话 同时接拱了拱手 迅速离去 带这些人一走 牛有道挥手招了司徒要过来 让他安排万动天府的人负责接应那些人的事宜 他不是说着玩的 也不仅仅是宽那些人的心让他们好好办事 而是这些人真的帮了他大忙 不管是不是因为小月格的原因 不是这些人提着脑袋帮忙 他会很麻烦 至少事情没这么顺利 不用再担心被人发现这里的秘密街头后 浮花和浪金空随后也闪身过来了 浮花问了声 那边什么情况 事情有点麻烦 七国之间没大打起来 静 韩 宋连手灭了赵国 如今联手封锁了秘境出口 牛有道把情况向大家做了介绍 这个时候这种事情不一再隐瞒 众人听得心头一沉 就算赵国没了 哪怕再加上他们灭的那几家 七国仍然保有相当大的实力 这根本不是他们的实力能突出去的 浮花银哑咬了咬 岂止是有点麻烦 麻烦大了去 牛有道 没你想的那么麻烦 他们不清楚我们的情况 我们了解掌握了他们的情况 他们在明 我们在暗 这就是我们的胜算 浮花 老弟 你别不死心了 对方联手封锁之下 你那第一别想带出去了 牛有道质地有声道 只要不让他们手上的灵种凑到一起 我的第一就还有希望 回头对司徒要道 逆境之行已经临近尾声 我相信燕 为其的人也接近了这边 把人手撒出去找 我要见紫金洞长老颜丽 司徒要苦着脸 这么无目的的 怎么找啊 万一他们还没到呢 牛有道 放火联系 又放火 接人无语 之后才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牛有道和颜丽约定了最后的联系方式 也约定了时间 颜丽一定会在出口开启前的半个月赶到 只要这边把人手撒出去到处点火 不管严厉在什么地方 只要见到了三股烟冒起 就会循着留下的记号找来 太书兄 我怎么感觉韩国和宋国那边的人有点不对劲 哪不对劲了 总感觉那两家有点鬼鬼祟祟的盯着我们 压根不像是和我们联手 反倒像是防着我们 你觉得他们真能和我们联手夺名次 我怎么感觉他们对名次的是压根不上心 更像是拖着我们等到出口开启好跑人 如果只是利用 倒不算什么 真要等到有人冲击的时候 他们扔下我们跑了 或和别人联手对付上了我们 那我们可就麻烦了 你想多了 不是我想多了 太书兄 那边 你留心一下 寄予得拉了一名气云宗的弟子嘀嘀咕咕 手指了各方向 扣着顺势看去 留心观察 为兄 静国那边真靠得住吗 怎么了 既云宗是什么货色 大家都知道 和他们联手 我怎么有种与虎谋皮的感觉 我发现静国那边的人总是鬼鬼祟祟的打探我们 他们不会为了争第一对我们下手吧 韩国那边 同样有人拉着百川谷的弟子指点怀疑之处 都是牛有道知识的小月阁的人在暗中导示 关键身在各方阵营的人互相配合着 这边配合着做出让人生意的举动给那边看 那边又配合着做出生意的举动给这边看 安插在三方阵营的人 摆住机会就像身边人低估自己的怀疑 有些东西是会人传人的 碰上内部有人这样作祟 想不引起三方的紧张气氛都难 若是三方铁板一块倒好化解 关键是三方谁又能相信谁 疑心生乱鬼 有了怀疑自然就有所警惕 人员布置上的防备变化免不了 一边有所动作就会刺激另一方有所反应 互相刺激下 三方间的气氛越来越诡异 彼此打量对方时似乎都能看出彼此眼神中的不善 赤如兄 刀兄 成兄 父兄 都在呢 下面人观察到这四人在碰头后 太书珊月立刻从自己那边赶了过来 乐呵呵地打招呼 太书兄 自然也都乐呵呵拱手回应 赤如笑问 太书兄有事 怎么没事就不能来看你 难道你们四个在一起有什么事瞒着我不成 太书珊月似有所指的刺了一句 转瞬又换了笑脸乐呵道 的确有点是 上次那通风暴行的密信 中立的那三家至今没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们是不是一起去问问 傅居焉叹道 有什么好问的 该交代自然会给我们交代 不给我们交代 我们去问也没用 总之 不管太书珊月怎么说 韩国和宋国这边都觉得没这必要去招惹那中立的三派 好不容易把太书珊月给打发走了 当无风审声道 追问那三派有意义吗 这老家伙不会是还想对那三家下手吧 成满堂 为我们两国配合 他一家怕是不敢轻举妄动 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自己 气云宗什么德性大家都知道 若是燕 为其迟迟不出现 非要拖到出口关闭前再出来的话 这老家伙若觉得没了指望 搞不好要对我们下手 势如 难说 我们提议退而求其次 把三家的零种集合在一起拿名次 他都死活不答应 可见这家伙拿第一的心有多急切 真要是急了眼的话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干得出来 三位 不得不妨啊 另一头回到靖国那边的太书山岳东一全砸在了树干上 一名气云宗弟子小心翼翼问道 九叔试探的情况如何 太书山岳满脸阴霾道 之前推三阻四 早就觉得这帮人不可靠 刚才 邀他们去问问都不肯 他们压根就不想惹任何麻烦 指望他们联手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弟子皱眉道 那两家的情况是有些不对 人手明显在暗中调整 在针对我们部署 燕为其真要是手上有了占优势的灵种 怕是要拖到最后关头才会露面 哪怕拖到出口开启 那两家一旦跑了的话 我们一家别说从燕为其的手上抢东西 只怕连想把他们拦截下来都困难 太书山岳面露愤恨 我诚心相待和他们均分了赵国的灵种 我们手上的灵种比他们多 依然主动愿意和他们均分飘渺的奖赏 我如此厚待他们 他们居然还想因我 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弟子盲劝道 九叔 不可冲动 他们两家明显联手防着我们 一旦动起手来 我们也将损失惨重 只会是便宜了别人 第820章放水 太书山岳回头利喷 迂腐 燕 为其能躲 咱们不能躲吗 那弟子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 得手后立刻跑人 拖到出口封亭前杀出去 意思虽然懂了 可他怎么想都觉得有点不可靠 久等了 山中酒后 终于等到了严厉来到 严厉并未带太多人来 就随行似舞 这边确认严厉等人的后面没什么异常后 牛有道方带着一群人露面了 污罩行三人 司徒药 浮花 浪金空 段无常 红盖天 全部都现身了 在见牛有道 严厉本还怀揣几分欣喜 结果见乱七八糟的人全带了出来与他相见 一张脸顿时垮了几分 原因不难猜 他和牛有道是在暗中勾结 把这些外人带出来算怎么回事 岂不是曝光了 万一提前泄露了出去 无论是他 还是此惊动的面子上都不好看 还容易生变故 另就是 你们这么多人 我这里才几个人 有种受到威胁的感觉 然而牛有道已经管不得那么多了 管不了严厉高兴还是不高兴 最后关头 人心所向 便是胜负的关键 海外修士这边已经面临生死抉择了 这个时候倘若在鬼鬼祟祟隐瞒什么的话 很难不让人多想 很难不让人再另做打算 海外一帮人又不是他的亲爹娘能无条件信任他 左右人心需驾驭 亦需以成相待 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 到了需要团结一致的时刻 他不想内部再因任何猜忌而出现任何意外 略是最后生生死死的危急关头 略是容易出现各种打算 他需要给大家坚定站在他这一边的信心 他需要稳住所有人帮他这一把 严长老精神不错啊 牛友到笑呵呵拱手见礼 严厉拼了眼再长几人态度有那么点不冷不热路有点远过来一趟不容易那边我也不宜离开太久有什么事就快点说 浮花浪金空洪盖天断无常接仔细观察着想把一些事情进行确认不想被人卖了都不知道 好牛友到汉首出口那边进韩宋联手封锁了 严厉这个我知道我们这边派人进去查探过发现了 牛友到你有把握让燕为其三方攻破他们的联手封锁吗 严厉不管有没有把握我这边终究是要出去的只要他们一直封锁着我这边几家肯定要联手冲击 目光又扫了几人一眼 不过你应该明白就凭你们干下的那些事情不可能带伤你们 你们一出现就变位了不管是守方还是攻方都不会放过你们 当然如果你愿意交出手上的灵种这边也许会考虑利用你们的人手一起发动攻击 牛友到笑了我怎么可能交出手上的灵种我还要靠那些东西火命 严厉贪了贪手一副计如此那我也无能为力的样子 牛友到事实无常因时而变时时误者方为俊杰通缉变者方为英豪 计划又出现了变化需要立刻调整应对还希望颜长老能帮我 严厉没拒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就算想拒绝也不会当众拒绝 因为有点危险所以问你想让我怎么帮 牛友到达菲所问若静韩宋三家出现内讧 你觉得谁会先对谁动手 严厉目光微闪 免须沉吟道 弃云宗弟子 法力和肉身可谓是内外兼修 战力强悍 也因此而一向蛮横 若说韩宋会主动招惹静国 我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讨不到太大便宜 真出现内讧的话 应该是静国先动手 韩宋则联手对抗 牛友到点头 英雄所见略同 和我想的一样 静 韩 宋那边我已经安排了人手做手脚 他把安排际遇德等人去做的事情向大家坦白了出来 也是为了让大家心里有底 浮华等人相视一眼 目光闪烁不已 严厉也有些讶异 这边对劲 韩 宋那边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 都意识到了 真要照牛友到这样弹的话 那三家怕是很难不起内讧 严厉忍不住问道 你那些四处安插的人手究竟是怎么来的 这事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在各国安插眼线没什么 能在尽天都秘境的名单里都有 这未免就有些恐怖了 这四案底下的经营有多大的势力才能如此 趋之控制一个个人卖命 而且还是控制许许多多的人卖命 得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做到 而毛庐山庄崛起才几年 哪来那么大的人力和物力做支撑 站在他的高度来看 这根本不是这个新秀能做到的 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大的势力在背后支持 牛友到 这个不重要 不需要多问 总之我会给紫金洞一个交代 既如此 严厉也就不多问了 话回正题 你的意思是 等那边三家消耗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这边再杀过去 牛友到 错了 不需要等到消耗的差不多 而是内讧一起 你立刻鼓导咽 为其的人杀过去 严厉 开什么玩笑 我答应 其他人也不会答应在他们实力饱满的时候跑去硬碰硬 那样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你当他们都是我手下不成 你以为我说什么他们就会做什么不成 我没办法说服他们 牛友到 说服 说服个屁 都这个时候了 有简单的办法你不用 还费那口舌作甚 你别管他们 你只管带上紫金洞的人直接往那边去 他们发现你们鬼鬼祟祟的自然会跟去 还需要说服吗 至于怎么操作 堂堂岩长老不会连这点驾驭能力都没有吧 严厉哑口无言 脑子终于转过了弯来 只是这弯转的有点大 神还没回过来 浮花等人一面面相去 发现牛友到这方法还真有够简单粗暴的 雾罩形木论无言 云鸡嘴角露出一抹玩耳 严厉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哭笑不得道 这还不是要跑去硬碰硬 为国和齐国去了也未必会干 我也得对紫金洞的弟子负责 不能拿弟子们的命胡乱去堆 牛友到 怎么会是胡乱去堆 你怎么还没明白 不是让你们去应聘 是让你们去帮忙的 靖国和韩宋诞起来了 你们去帮韩宋打靖国 你们关键时刻出现 喊上一嗓子 说只要答应事后把靖国的灵种给你们 你们就帮他们 他们已经翻脸了 无法联手对抗你们 韩宋也被靖国惹火了 危急关头只要你们开口 他们肯定答应 没理由不答应 五国打靖国一家 还能算硬碰硬吗 这是捡便宜好不好 严厉愣愣道 瓜分靖国手上的灵种 牛友道 有点怀疑这家伙是不是老糊涂 稀奇道 你还真想抢靖国手上的灵种不成 严厉胡疑 你几个意思 不是你说抢吗 牛友道 这只是给燕 为其关键时刻能跟你一起动手的诱因 或者说是关键时刻下跑靖国的声势 打得差不多了就行了 你紫金洞不能玩太狠 不能把靖国给弄死了 你得放水 得给出一条火路让靖国跑掉 浮花等人相视一眼 貌似在说 接连放火的又变放水了 严厉有点傻眼 放水 让靖国跑掉 牛友道叹了声 很无奈的样子说道 我若想拿第一 先决条件是不能让别人拿第一 现在的情况是 各方势力集结在了一起 我这边的人手已经没有能力去抢其他人手上的灵种 你紫金洞也不可能帮着我们公然去抢 就算你一家帮我们去抢也照样够抢 既然我们抢不到 别人也休想得到 我必须保持我手上灵种数量的优势 之所以不等他们内讧消耗的差不多了再出手 就是要让诸国手上的灵种分散 不能让灵种过于集中 那三国的都被你们抢了的话 我还拿什么给沙如来交代 严厉大概明白了他的意思 迟疑道 剩下的五家凑在了一起 你就不怕当中有人联手拿名刺 牛友道一惊一乍道 所以我才要让你想办法对靖国放水啊 严厉又被绕糊涂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 牛友道一手福建 一手贪出手掌 貌似痛心道 靖国手上的灵种差不多是四分的量啊 你们不把靖国打残了 你不放水让靖国逃出来 我怎么捡便宜 我这边怎么抢劫靖国手上的 我草 严厉心中的脏话 差点没直接从嘴里蹦出来 震惊的哑口无言 感情这丝乱七八糟的绕了一圈 是想让诸国帮他把靖国给弄残了好战士七人捡便宜 污罩行三人 浮花等人 也一个个哑口无言 坚没想到绕来绕去绕出这么一个结果来 严厉神情抽搐着指了一下牛友道 你小子真狠 打打杀杀拼死拼活的事让我们去干 你躲后面解好处 牛友道叹道 话不能这样说 我们最后不也还是要和靖国交手吗 谁先谁后而已 实际上他一贯认为 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话 就没必要一直打打杀杀个没完 不能避免是没办法 能避免尽量避免 需要的时候一撕一下就够了 一样有效果 我心里有没有 就没有 李玺 我愿意 我愿意